媳妇 干嘛呢 干啥 干啥也不知道 啊 要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又手心向上 你好意思吧 一个大男人天天手心向上 不是 天天凉了吧 这得加机油了 得换机油了 换机油才200块钱 你换就是了 800啊 扯呢 800块钱啊 我上次换的200 啊 妈 我上次换的才200 难怪啊媳妇 你上个200啊 嗯 你平时开车 是不是 经常熄火 嗯 是不是啊 嗯 然后 碰到起步的时候 容易往后当 嗯 然后 尤其是到餐的时候 老是觉得方向盘不好使是吧 到餐的时候 是吧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还有就是 平时这两天 你接韩以晨 来来活活接韩以晨 感觉那个油 呼呼呼呼吓 下得有点快 是吧 你咋知道了 咋知道了 就给你加200的机油是 上次 你应该要加800的 哈哈哈哈 200和800 差太多了吧 媳妇 你刚才出便宜 这个东西不能出便宜啊 就像你用化妆品 啊 肯定有贵的有便宜的吧 是啊 贵的好呀 对啊肯定贵的好呀 这个机油还有 机油有800的 有500的 有200的 机油还分档次呢 肯定有高档低档的 人家也没跟我说有 有 我上次就问我加多少钱 我说加200块钱呢 以前我都加的才加200 然后你你家就加加800 你又中间坑我600块钱 差下来 不是刚才我说的问题 难道你没有吗 开车了是吧 有啊 有啊就是因为加了 脑的机油 要加好的 要加高档的 就像用化妆品似的 你用对脸不好 你用脑的对车也不好 知道了吧 我说的是实话 实话 正好天凉了 赶紧的换了 要不车子打不出火了 再不换 你要是骗我哈 后果你知道 800啊 我也不多 这个就叫专业 太不多了 我们就这个月上完备 就上300了 行媳妇 我去加上的啊 去吧 好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啊 他快慢 车快多呢 排队啊 给车降完了 排了半天了 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熄火了 可能也不会往下滑了 那如果要是再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你降200了 我赶紧的 我赶紧的 都不熄火了 那我不是这样 我赶紧的 我赶紧的 我赶紧的